先看一件事情 它有說電阻和導體的長度成正比 跟截面機成反比 這個當然其實它不講也是要知道的 然後呢 它最後要電流 電流就是用歐姆電力去看就好 歐姆電力需要電壓跟電阻 所以先看一下電阻 假的電阻呢 這個不是絕對的電阻 就是相對值的 那它的截面機是3 然後這個長度是L 所以呢因為長度越長 電阻越大 截面機越大電阻越小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子去寫它 那歐呢照寫 歐的話長度是2L 截面機呢是2A 所以R甲比R移 比R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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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3分之1 比2分之2 就是1 然後比呢這個3 所以電阻 所以電阻就是1 比3 比9 那電阻知道的時候 你又知道它的電壓 夾1柄的電壓 V夾 比V1 比V 比4 一顆電子 兩顆電子 三顆電子 就是1 比2 比3 1 比2 比3 那最後就是V等於IR 換個顏色 最後就是V等於IR 所以你要知道電流I 就等於R分之V 好 所以三個電流呢 就是 電壓放上面 1 2 3 電流喔 現在寫的是電流 除以什麼呢 1 比3 比9 好 那這個電流比出來 這個 後面應該就都可以回答了